9年2個月 她在外面比較溫柔一點 她在家裡對我很冷淡 她在外面就是 看起來好像冷很好 然後在家裡有時候很機車 40 飛3歲 她應該差不多也是35左右吧 就有點穩重這樣 我覺得17跑 她不管吃什麼都會跟餐廳老闆說 口味要幫我加重一點 最喜歡的甜點是 舒芙蕾 烤布丁那類的 麵不要太爛 這很重要 她的每一餐都會喝飲料 每一餐 所以你知道嗎 有時候我們如果在荒郊野外吃飯 我如果在三下沒有買 我跟你說我死定了 如果是7分的話 她就會喝純濕綠 或者是紅茶 蜂蜜水 她手要擦 手要擦最難的 對 擦了也會不出來 拿鐵不是嗎 拿鐵是咖啡 手要擦就是紅茶綠才會累 就紅茶拿鐵啦 ok 對 奶茶這樣 對 Badie 在一起 在一起 這很勵志耶 你趕快講一下 我真的人生很勵志 我講好了 我差目中新人耶 對 寶珠的女神是非某一天 終於要到她的電話 儘管被非忽略了很多次 還是切而不捨的積極追求 天秤就是她不會直接的拒絕你 但是你也看不出來 到底你有沒有希望 就這樣前前後後耗了八九個月 最後到底發生什麼事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她是在她30歲生的那一年 然後生日的時候先跟朋友套好 我就在我生日的那一天 然後約了大概一二十個朋友 所以他們就每個人都敬她酒 然後當然這一輪輪完以後 她就有點幫了 所以她就去廁所吐 吐完以後我就趕進去廁所 我就說你還好嗎 你還好嗎 吐完以後 可能那天她來的之前 心情也有一點不好 就有別的事情心情不好 然後她就可能情緒湧上來 就有點難過 她就說沒關係 你不要想那麼多啦 從今天開始你的事是我事 從明天開始什麼事情 我都會幫你解決 她就這樣 呃 好 我就說那你就答應了 她就說 呃 我應該是最到就是這樣點頭 對她就點了頭 我就說OK那你就答應了 然後她就說 嗯嗯 我就說OK 等到她從廁所出來後 我就跟大家說 她剛剛說她願意當我女朋友 然後飛就走過來看我 然後我就說對她剛剛答應了 然後大家我就是 分身的豆腐 我就看過 大家結束了解散了 送她回家第二天 我就去找她了 我說你 我看了幾個房子 你看一下 她就說 喔好 然後我就選了三個照片 沒想太多的選照片 然後她就說 第三個吧 我說好第三個 一切就是一個不歸 我說我走了拜拜 然後我就 立馬去租了那間套房 一房一廳吧 然後我就馬上立馬拿了鑰匙 然後下班的時候 我說 你今天看那間租好了 你先回去買東西 是不是很變態 然後我為了要讓她都有歸屬感 然後又下個禮拜 我就說 這三台車你選一台 我就說 呃 就支持這個 那為什麼要不選全新的 我說不用 我覺得OK的就好 OK的就好 隔天我說 那我們現在去買吧 然後我就買了她的名字 跟她的生日 這樣子 然後就好 我就覺得說 反正你就是 跑不來 對 套路啊 我不能讓她覺得 她能夠跑掉 巨蟹座 我告訴你 不要放棄 人生無限恐 我覺得她很 她很聰明 就是可以幫我解決所有事情 真的是所有 喔她有 她是我認識的 真的是數一數二自信破表的人 這一件事情是我很沒有的 她對我非常有耐心 她可以為了我要吃一樣東西 把整個台中烙遍了 我只是想要吃吐司 可是我吃吐司一定要磨 花生醬跟奶油 然後買到花生醬了 接下來她要去買奶油 她在某一家超市看到奶油 她覺得包裝不夠漂亮 因為我很吃包裝 她就那一個晚上 大概開了七八間超市 而且那是台風天 誇張嗎 她很不在自己的世界裡面 這算誇獎嗎 有時候我覺得她就是 過分善良 好啦 她從來沒有脫妝過 這算是過人之助嗎 這很難吧 這很難啊 這保濕要做得好 重點在於 她從來不補妝喔 好吧 我覺得她最經典的怪畢 就是不愛穿內褲 現在也沒穿啊 她今天來也沒穿 妳想看嗎 到這麼多年到此時此刻 九年喔 九年多欸 我都不知道她什麼時候大便 她沒有私底下拉她的那一面 你懂嗎 就是她沒有那個很髒或很臭 或是什麼弄大褲子 我跟她說話說 我覺得是 我以前是跟男生交往 但是我以前跟男生談戀愛的時候 我覺得 我比較要把自己放很大 我覺得我開心就OK 可是當你遇到一個人 你發現你會想要真心的去 瞭解她所有事情 那就不一樣了 你才會發現說 原來是才叫談戀愛 跟她在一起後是 你跟她講不管是哪一類的心事 她都可以很具細迷的 就是陪我聊天 分析給我聽 然後讓我覺得 怎麼這麼不一樣 會想要走進我的世界 就是真心的去了解我 而不是只是打發你 你懂嗎 就像好比我說 一個小小的買東西吃就很不一樣 所以我就是跟我那女生朋友說 你還沒遇到那個人 你還不夠愛她 所以你會一直挑戰解釋她的問題 當你覺得你夠愛這個人 你會開始覺得想要改變自己的缺點 她也會想要改變她的缺點 這樣子 我們兩個是這樣子 我的論點是 全天下沒有完全適合的人 你夠愛她 她就會變得適合你 你不夠愛她 她就會不適合你 就這樣而已 我們兩個 真的就是他們講的極限情人 我們一起工作 住在一起 所以我們每天 我們有極長的時間在一起 然後又這麼多年 就覺得我們兩個的關係要有點突破 然後再加上這一兩年她生病了 她常常就是會不舒服 然後覺得不開心 然後我就有一次很意外的 就是用一個APP 然後就是 我發現我好像要用那個APP 然後換另外一種方式跟思維跟她說話 她很開心 所以我就覺得我要一直做這個角色下去 她有保足這個角色 我覺得我比較 以我這個年紀來說我很幸福的是 我覺得我大致上沒有受到太多的歧視 跟就是也與霸凌也好 可能跟我自己的想法有很大的關係 因為我一直都覺得 當你的能力跟你的才華 超越這些事情的時候 別人就不會看到我的性向 她就是開個玩笑 就是除了看到她性器官跟跟我撒嬌以外 其他時候我就覺得她很像男的 例如她會蹲在地上洗澡 用一個背道 像當兵 像當兵 然後她刷牙擠牙膏 是像這樣擠冰淇淋的方式 這樣擠 是用刷牙欸 我就是一直 就是一直都是這樣子 你知道嗎 我 我 她追我以後 我剛剛跟她在一起以後 我就馬上要在Facebook公布 只有一個國小同學 就是很久沒聯絡 突然問我說 你為什麼要跟女生在一起 你長那麼漂亮 條件那麼好 幹嘛跟女生在一起 然後我就回答她說 我覺得談戀愛是喜不喜歡這一個人 不是她是什麼性別 然後我那朋友馬上閉著 You need to shut the fuck up 我之前跟男生在一起的時候 我都會開玩笑說 其實我蠻想跟女生在一起 我覺得我很適合 然後大家都覺得我在開玩笑 甚至有一些大姐 就是身邊有一些大姐 他們會說 你長這樣跟女生在一起太可惜 可是我覺得講這種話很奇怪 Shut the fuck up you cunt 所以我覺得 談戀愛對我來說 是我喜不喜歡這個人 而不是她的性別 不要對另一半太好 我這樣會交換別人 我的意思是 不要就是百分之百順從 你還是要有自己的個性在 就是不要為了討好另一半 然後做出你不開心的事情 所謂的做事情也要適度 也不是說好像什麼都可以 當然有壞習慣你就要改掉 對 我的意思是保留好的 然後做自己 我本身比較不會表達 反正我就是覺得 女生不要對自己太差 把自己活得有價值一點 自己保護 好 我要送她這句真心話 我在她某一年的生日的時候 把她刺在身上了 這句話就是 謝謝你出現在我的生命裡 因為我跟家旅人之前 有一段時間處得不太開心 但是是她讓我覺得好像就是 有她很美好 我不後悔就是 是當不管是同性戀 或不同性戀都沒關係 就是遇到她很開心 對 我覺得愛情最美好的樣子是 一起面對問題 面對困難 然後一起走過去 所以我覺得我們兩個已經做到了 我覺得有妳當我的人生伴侶就是 我覺得我活在這個世界上 最重要跟最快樂的事情 所以說我們兩個為什麼一直 其實我一直有想要跟她求婚 可是我跟你說 我一直想不出來一個 初期自盛 然後完全顧口不到的方法 我會弄一個很大陣仗 你放心 好 OK 又一二十人嘛 又一二十人 就之前早上一二十人 不是 是會出動 十人飛機這種事情 我放心 好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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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